昨天上海市發生一宗離奇車禍 一輛道路工程車疑似在高架橋上 故意阻礙一輛私家車前進 其後遭私家車司機報復 將工程車頂上橋邊的湖南 據大陸媒體報導 現場為上海內環外圈吳中路上閘道 由網上流傳多個行車記錄儀的片段可見 一輛黃色道路工程車被一輛藍色私家車頂起 懸掛高架橋邊的湖南上 該工程車引有城市營運字樣 並閃爍代表公路保養的雙向箭頭燈 另外有片段顯示 事情的起因是私家車從道路右側撤入主線時 工程車沒有讓路 兩車幾乎相撞 工程車司機疑似鬥氣 開到私家車的左側前方 然後將私家車迫向湖南後加速離開 而私家車司機加速追到工程車左側前方 再急速右轉 將工程車頂上高架橋湖南 車禍後 交通部門封閉該路段並清理現場 交通警察稱 攝視兩輛車存在互相鬥氣行為 兩個司機都被拘留等待調查結果 一些當地的網民稱 上海的工程車因為公務有關 出意外保險公司會存額賠償 所以一直在公路上橫行霸道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按鈴鐺 按鈴鐺